繽紛色系的包款新移目光 不只设计上大胆创新 时尚品牌Coach的母公司 在经营策略上也有重大突破 Coach母公司Tapestry宣布将以85亿美元 折合台币约2700亿元 收购旗下拥有Michael Kors Jimmy Chu等品牌的母公司Capricon股 判能借此打造年营收120亿美元的 美国最大时尚公司 不让对手专美于钱 扣举母公司开运集团 在七月底才公告 以17亿欧元约586亿台币 收购Valentino的30%股份 而且有权在2028年全面收购百分之百的股份 不过条件是Valentino的母公司 也可以加入开云集团成为股东 两大时尚集团携手合作似乎是冲着 全球最大的精品集团而来 路易威登集团旗下拥有至少75个品牌 包括阿尔诺起家的DUO 还有近年收购的珠宝品牌 Tiffany 名表泰格 豪雅连锁美妆品牌 斯弗兰等等 投资触角广 时尚界新一波大战开打 推神路易威登集团 爱马仕和莱雅集团 10号在欧股纷纷收涨 不过对精品最大的威胁 就是仿冒品 日本最大的二手奢侈品流通企业 搜集每年一百七十万份的鉴定结果 透过庞大的资料库掌握资讯 包括材质颗粒饱满度 针线的间距颜色等等 只要等待几秒钟 透过AI技术就能把关真伪 全球精品市场 从二手到新品全陷入激战 三立新闻 钟云瑞李文科综合报道